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人来说还在父母怀中撒娇 但那个时候的郝绍文已经成为华语影坛当红的小巨星了 不仅影片票房超过周星驰李连杰主演的电影 他的片酬更是高达百万 当年他和施晓龙出演的《笑领小子》可谓是百看不业 仿佛包揽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笑点 但随着我们的长大 似乎很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直到多年之后 媒体爆出昔日同心落魄大功度日的消息 郝绍文才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而从当初的炙手可热到现在的打功度日 这些年郝绍文背后又经历了些什么 1990年出生的郝绍文自幼在台北市长大 那时候处于迅速发展的 台湾被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 把整个经济体系打得支离破碎 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同样衰弱的年代 父母对郝绍文的期待变得极其平庸 不求儿子能够大红大紫能够出人头地 能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就够了 只希望他能好好读书 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1993年郝绍文三岁 父母带着他在街头散步 长相可爱的他被星探发现 机缘巧合之下 郝绍文拍摄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条果子广告 荧幕里古灵精怪的举止 及胖嘟嘟的光头形象被很多人喜爱 广告一经在电视上播出 就在民众间大受欢迎 而通过这条广告 也使得人们记住了这个长相 憨厚可爱的小胖子 就这样 郝绍文算是一脚从幼儿园跨进了娱乐圈 虽说是跨入了娱乐圈 但是单凭一只果汁广告 却实在说明不了什么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 是在四年拍摄的一部电影《笑领小子》 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百花争艳》的开端 各种优秀的电影层出不穷 那时候的朱延平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 在香港混不下去了 然后找机会回到了台湾发展 当时他手上握着《笑领小子》的剧本 也顺利的拿到了投资 然后万事俱备只见东风 在宣演员 这一块朱延平焦头烂额 因为当时的娱乐圈虽然不缺帅哥美女 但是头心却极为稀缺 自己手上的剧本偏偏又需要两个小和尚做配 那么大的娱乐圈在当时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一时之间 毫无头绪的朱延平有了放弃拍摄的想法 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霜 原本在《少林寺》散星的朱延平就看到了希望 他发现正在练舞的是小龙 一张乖萌可爱的脸加上一身过硬的少林功夫 瞬间就让朱延平眼前一亮 世小龙的条件似乎就是专门为这个剧本而打造的 而这时郝绍文的父亲也听说 在自己的家乡有个剧本 正在招小孩参演 随后也想带郝绍文来试试镜张张见识 没想到这次的试镜成为了郝绍文人生的转折点 1994年郝绍文与世小龙合作主演了朱延平导演的《少林小子》 郝绍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穿着和尚服光头戴墨镜的小和尚 此片已经播出 机灵可爱的郝绍文与过硬能打的世小龙迅速窜红 郝绍文的搞笑天赋 加上世小龙的武打功夫 让这部剧产生了不一样的喜剧效果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当时这部剧的原剧本 世小龙和郝绍文只是配角 戏份很少 主演是林志颖和徐若萱 拍摄中导演朱延平发现郝绍文和世小龙 虽然是第一次拍电影 但两个孩子的表现非常出色 所以就临时增加了两个小童心的戏份 郝绍文虽然只是配角 但风头上却不输给主演林志颖和徐若萱 就这样一部经典喜剧片诞生了 随着影片的火热 郝绍文的搞笑幽默更是圈粉无数 而光头戴墨镜也成为了他的经典造型 当时导演朱延平看着观众反向如此之好 便趁热打铁又带领他们两个人 接连拍摄了《笑领小子》二支新乌龙乐 《龙在少林黄金倒立陷记》 而郝绍文也从此片约不断成为了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同行 1995年 他与世小龙出演了《中国龙》 同年又与世小龙吴梦达共同出演喜剧电影 《无敌反斗星》 顺利将自己的演艺事业推上了高潮 1996年郝绍文与钟振涛张敏 世小龙共同主演电影《十兄弟》 1998年他与林志颖 世小龙再次合作出演了电影《哪吒大战美猴王》 当时不足十岁的郝绍文就轻轻松松 坐拥了上千万的身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正是一系列的电影也限制了郝绍文的戏录 本来是胖乎乎古灵精怪的小胖子 因为年纪小深受欢迎 但随着年纪逐渐长大 样貌也随之改变 再也不受观众的青睐了 票房一路走低 让郝绍文的演艺事业 进入了一个分水岭时期 起初郝绍文的父母并未想到 逐渐的让孩子能走上演艺的道路 但是看到孩子对演戏的天赋 就决定让孩子辍学一心放在演戏上 8岁的郝绍文由于事业的瓶颈期 正好想回到台湾 于是干脆告别演艺圈把学业当正式 如果只是这样顺顺利利 倒也就罢了 充其量只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期 但惨就惨在 郝绍文在做投心演员的这几年里 片酬不断高涨 给父母赚了不少钱拿去搞投资 但奈何 爹妈 风投资 必失败 最后连老本都赔了个精光 最无语的是 这对父母一点都不害怕失败 失败后还会继续坚持投资别的项目 郝绍文就曾在回忆那几年时说道 我当时赚的钱根本不够花的 2004年 14岁的郝绍文从三岁挣来的金钱 被父母全部败光 不得不开始勤勾俭学 中学高中大学都在给自己交学费 他发过传单 洗过盘子 做过推销员 他还被拍到在电影院当售票员 曾经出现在荧幕上的人 如今却是荧幕外的大公仔 要说娱乐圈 富有同情心的媒体太少了 落井下时的媒体比比皆是 瞬间昔日 头心落魄街头打工的报道 铺天盖地的向郝绍文袭来 但董事的郝绍文并不在意 他认为自己不偷不抢 凭着自己一手打工 补贴家用 没什么好丢人的 2008年 郝绍文通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考上了台湾地区的名校 淡江大学 在考上大学后 郝绍文还被爆出在兵店打工 不然自己上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 但是儿子在外赚钱讨生活的时候 爹妈在做什么呢 继续败家 难以想象 郝绍文父母随着儿子逐渐长大 才意识到养育孩子的花香有多大 但早已成为习惯的 奢靡生活已经无法改过 他们甚至欠了一屁股外债 不久后母亲还患上了抑郁症 父亲还出了车祸 郝绍文为了照顾家庭 在大学里又不得不继续花大量的时间打工 前上交母亲 这也导致她的学业受到了严重影响 因为需要频繁的外出打工 导致她的学分不够 大肆支持 她向学校申请延期毕业 虽然学校可以让她补修学分 但必须付全部学费 当时身无分文的她无奈地拒绝了 所以直到毕业 她也没有拿到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 为了能够尽快帮家里还清债务 郝绍文决定去香港打工 在脱离一圈打工上学的日子里 郝绍文也逐渐因为生活严重走行 还染上了抽烟的习惯 整个人的状态早已欣慰不在 实乃素人 于是很多媒体经常喜欢用 落魄颓废等词形容她 更离谱的是 在她退圈的这几年里 还传出过她的死讯 总之 这对于当时的郝绍文来说 无疑付出艰难 难以取得很大的水花 但好在周围的朋友 前辈都愿意伸手帮扶一把 2008年 闪亮的日子导演周小鹏 照上了还在后厨打工的郝绍文 将其带回了音频 此后不管是那些年 还是后来的2017版新乌龙院 郝绍文又再度重拾了演员身份 虽然灵气早已经被现实磨灭了 2017年 她又被爆出欠缴一年多的健保费 就在众人以为 她又重复了父母对其做出的 童年老路的时候 郝绍文主动发文澄清 说自己过得很好 对于外界对父母的议论 郝绍文也总是 对媒体说不要这样 妈妈看到会难过 如今虽然总是出现在 内地网大网剧里 担任配角 郝绍文还是十分知足 已经到了二历之年的她 还开启了吃播博主的副业 毕竟个人酸甜苦辣 只有个人才懂得各种滋味 旁人也说不得什么 说实话 尽管境遇落差之大 让人唏嘘 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何时 郝绍文都在用积极乐观的形态 拥抱生活 面对重病母亲 郝绍文二话不说 便主动扛起了家庭重担 面对早已误视人非的境遇 郝绍文更加没有多加抱怨 而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潮流 上帝始终眷顾努力之人 希望郝绍文能够尽快迎来 翻身之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